这几年各种大型体育赛事都被西方国家强行贴上各种政治标签 世界杯当然也跑不了了 正面战场打不过 开始跟你玩心眼了 再加上现在西方国家动不动就得搞政治正确 让很多只想看比赛 讨厌政治的人是非常的厌恶 那西方政治正确这次遇上了中东国家卡塔尔 到底能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赶快来看看那些西方国家又搞什么幺蛾子了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咱们一条条说 首先是比赛还没开始 欧洲几个国家就开始搞事 英国比利时荷兰就非得在胳膊上戴一个one love的小彩虹绣标 但是这次世界杯可是在中东国家举办 人家那你要搞男那个女大姐直接就犯罚了 所以从主办国到国际足联都明确的警告他们 只要你敢戴马上给你黄牌警告 当时这几个国家那是撒泼打滚 哎呀不让我道德表了 我没有办法展示完喽了 这个那个一通哭 甚至英国以及荷兰当时他们还叫嚣 老子到时候就戴 我就抗争到底 之后的事就有意思了 荷兰足协那边先出来说话了 说我们怀着痛苦的心情 放弃佩戴绣标 因为我们还想在赛场上有所表现 比赛对我们很重要 好嘛直接把那俩个俩给晾一遍了 这把就太有意思了 极端正确正确碰上中东硬插东道主 人家可不惯着你那套玩意儿 只要你敢戴老子就整死你 球队这边消停了 但是很多西方的观众 他是被熟尿尿 他不服啊 有一个美国球迷穿着彩虹T恤 哎辈没啊溜的溜达达就进会场了 结果保安这告诉他 哎不许你进知道吗 你把你上这件T恤给我裂了 换件衣服再来 当时他就发推的哎不让我进去 结果卡塔尔的大白袍给他留言了 人就说啊作为卡塔尔人 看到这件事我感到非常骄傲 因为你们西方人要意识到 你们的价值观不具有普遍性 其他不同价值观和文化必须受到同样的尊重 不要忘记西方人不是人类的代言人 说的太好了啊 这帮白左成天就哆逼呵呵的天天干着非常龌龊的事 还得啊 壮大一不硬 还得装出一副圣母白莲花的样子 真是极度的虚伪 你爱玩男的个女的姐 你自己跟家里你随便玩 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玩出话来 我们都表示尊重和祝福 但是你出来可就没有人惯着你了 知道吗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这次的事业杯啊 看不到那些群魔乱舞了 因为会直接被驱逐出场 不过这毫不影响欧洲白左们装逼 英国对伊朗那场比赛 一群英国鬼子卡丹西跪地就跪地上了啊 都在这跪着 搞得对面伊朗的球人都懵了 这这这这这气氛有点到位了 有的人甚至啊被这种气氛烘托着也跟着跪了 什么意思呢 这是从2020年开始啊 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后开始的 弗洛伊德事件就是那个卡一下那四啊 美国人恐怕都已经快忘了这件事了 但是英国人可没忘 人家那是绅士 Birdy的英格兰自发在赛场前玩作秀已经持续两年多了 看看人家这倍儿壮的啊 毕竟人家道德表的排位那随身都得背着 而伊朗队这边全队拒绝唱过歌 他们用这种行为表达对于伊朗国内女性不带头巾追求自由的支持 这个活动啊叫做Women Life Freedom 搞得特别大 甚至弄得伊朗现在是狼烟四起颇有当年香港的小味了啊 这个事我之前做视频讲过 9月份的时候的事了 就说有个女的呀被伊朗的宗教警察关小黑屋了 就因为没带头巾 虽然伊朗官方放出了完整的视频 这个女性当时啊在警局办事 当时等待大厅的人特别多 她在没人接触她的时候 她突然就倒地了 当时现场的人啊就叫来救护车 几个人就把她抬到车上给救走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没救回来这个人 然后小作文啥的全都来了 对于这套玩意儿 突尼斯立马表示 我靠这事我可太熟了 当年阿拉伯之春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小贩 哎引起来的事啊 总之现在伊朗每天都因为这件事闹事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就来了啊 沙特卡塔尔那边的女性都是直接大黑罩袍的 就露俩眼啊 西方国家从来没抨击过这个事 从来没说过他们女权有问题 去年啊英国BBC找来一个演员 说这是新疆的啊 她怎么怎么被迫害了 那脑瓜子包的那个叫一个严实啊 伟大的BBC哎也并没有觉得这个女性当时戴头巾有什么不对 仅仅一年多之后 他们忽然就看伊朗不顺眼了 伊朗女性戴头巾 西方不高兴 叙利亚女性不戴头巾 西方不高兴 新疆女性不戴头巾 哎西方还是不高兴 沙特女性不但戴头巾 还直接穿大黑罩袍 这么多年西方从来没说过沙特压迫女性 甚至美国的领导人去访问的时候 女性高官自己都要围个头巾 他们什么都不说 伊朗女性不戴头巾 就是反抗压迫 就是woman life freedom 中国新疆女性不戴头巾面筹 结果在他们的嘴里就变成了摧毁传统文化 强迫同化 种族灭绝呀 漂亮 一掌嘴就是祖传老双镖了 咱直接把纽约时报的报道放出来看 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标准 是不是属于一点比脸都不要啊 卡塔尔和周边这几个逊尼派的国家 那都是女性穿大黑罩袍 而且都是进酒的 包括这次事业杯 你买酒只能去指定的酒吧买 而且价格非常昂贵 这些西方国家连个屁都不敢放 他们这球迷呀 在赛场上喊 我们要啤酒 我们要啤酒 人家理都不带理的 就这个事啊 昨天微博上还有一大堆网军 想借着伊朗队不唱国歌这事 按着中国人的脑袋反思 你说哪说理去 我觉得啊 到底带头巾还是不带头巾 都是人家的国家自己的事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民族自觉的权利 但是西方总是搞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标准 史书是令人非常的恶心啊 伊朗在伊斯兰国家里面 已经算是非常开放包容的国家了 至少比沙特阿联酋 卡塔尔那可开放太多了 咱们直接看照片就知道了啊 伊朗的女性都是很简单的 在头上就围一个头巾 而且什么颜色都有 花花绿绿的 头份而且都漏着 而这种带头巾的方式 如果放到沙特那边是完全不行的 因为根据伊斯兰的教义啊 这个带头巾属于是遮羞体 女性露出头发是不行的 必须全部都得盖上 头发不能露出来 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说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该猛烈的抨击 沙特阿联酋 卡塔尔这些国家 但是美国不敢啊 因为这些国家 他们掌握着石油啊 而石油又关系着美元的生死 所以美国不敢说一句话 另外伊朗求的拒绝唱国歌这个事 他到底对不对 咱们依然看看美国人的标准是什么 美国闹黑命贵的时候啊 有个橄榄球队的队员 他为了表达支持 拒绝在揍国歌的时候起立 结果被美国媒体是一通臭骂 川普当时在演讲时候 直接骂他是SOB 还说不爱国就吵了你 给老子给我滚 所以同样的问题 放到美国那儿 人家可没那么包容 那为什么这些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伊朗人要搞这些事呢 那可都是满满的套路啊 你想世界杯这么大的活动 肯定会有人利用他的影响力来搞事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伊朗国内相对开放 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 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之后 伊朗政府在教育上疯狂的投入 1976年 伊朗女大学生的比例不足女性的1% 而现在的伊朗 女大学生比例超过50% 伊朗学术委员会的女教师占比超过了三成 妇女的人均预期寿命 从革命前的58岁 大幅提升到了76岁 大量的女性从事科研技术工作 伊朗是整个中东最重视教育的国家 你到西方国家看看 到处能看见伊朗的留学生 世界顶级期刊 也有大量伊朗人发表的文章 伊朗女性受教育程度 它可一点都不跌 如果跟沙特那几个国家比 那高的可不是一清半点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 导致很多人的思想非常的西化 媒体也被渗透成了筛子 所以稍微一扇动 一举起保护女性权益 很多人就直接被鼓动起来了 其实这背后都是满满的套路 这个事就非常的无解 你的人学西方的科技 学西方的文化 自然思想就慢慢被通化了 如果你国家的政府也是这样的 那就变成殖民地 你的人才会被人直接拿走 资源也会被拿走 如果你的国家政府是想走独立自主的 那西方就想尽办法 把你国家里面思想西化的人都给他煽动起来 你们都是知人知处了 直到逼你的政府下台 换上了一个买办政府 人家就满意了 这事就挺难受的 同时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时间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在西方殖民体系之下 想走独立自主 完成独立自主的国家 屈指可数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投金这个事 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国家 看似完全不同的标准 其实对于美西方来说 人家的标准非常的统一 一直都没变过 那就是你这个国家是不是我的殖民地 他们的领导人是不是我们养的狗 他们是否让我们随意的掠夺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雷格接话是不是到头了 还不赶快给雷格点个赞 不过现在有个事实 西方现在对外主推的政治正确 什么男大哥女大姐 极端环保这个那个的 愿意跟他们跑的国家其实非常的少了 基本上都是白人国家在那自嗨 这和以往对外鼓吹民主自由 好吗 那个黄金的90年代可差太远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西方衰败的迹象 只要你看清楚他们这些糟粕的套路 那自然可以看清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对于西方的这些政治正确 只要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搞 你搞的越大越好 我绝对表示尊重和支持 不用谢谢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别忘了给雷格点个赞 感谢大家说话咱们下集再见 拜拜